歡迎加入1800新聞1點0的新聞直播 大家好 我是王欣怡 今天天氣非常冷 下班通行時間提醒您要做好保暖工作 也歡迎各位觀眾朋友在留言區 跟我們一起留言互動 討論新聞時事 今天新聞首先我們先來關心 國際消息以哈衝突的最新狀況 目前在加薩罹難人數 以及突破了2萬人 而以色列迫於壓力呢 傳出他們現在提議停火一週 換取40名人職 但是哈馬斯目前好像也還沒有接受 而乙軍呢也宣稱他們在加薩 發現了一座地道 可能可以通往哈馬斯領袖辛瓦的住處 而且這地道呢 還有一個深入地下20公尺的防暴電梯 但事實上呢並沒有看到辛瓦的棕椅 以色列軍官指的地道入口說 這裡就是他們一直在找的通往哈馬斯領袖辛瓦巢巢巢巢巢巢的路 哈馬斯的準將 該院16名醫護人員都是哈馬斯軍官 上百民兵就藏在院內的指揮所還刻意拿醫院當掩護 只是乙軍的地面攻勢不斷 周三再度襲擊賈巴利亞難民營至少20死25傷 加薩衛生部就統計 衝突爆發至今以來 罹難人數已經突破2萬大關 包括8000名孩童跟6200名婦女 不過以色列提議停火一周換取40人質釋放 哈馬斯政治領袖哈尼亞抵達埃及協商 但是根據華爾街日報報道 哈馬斯拒絕提議要求乙軍先停止軍事行動 再來談放人 體會全臟不到 好 我們來看到現在美國可能出現新的債務風暴 因為美國的卡債首度飆上了1兆美元 根據統計有62%的美國人 其實他們是月光族 那要怎麼度日呢 其實都是靠著信用卡周轉現金度日 而現在物價飛漲的時代 很多人去買東西買不起乾脆直接用偷的 現在去美國買東西 很多賣場會像這樣 要你掃描結帳收據才能走出賣場 這就是因為順手牽羊的小賊實在太多了 多到快把店偷垮了 像美國舊金山的這家Safeway超市 把原本開放的出口關閉 結帳區新增閘門 還多顧了幾名保全 以前的自住結帳櫃台通通撤掉 就是因為 太多人是拿了就走 各種偷竊防不勝防 讓這賣場裡面能鎖的全部鎖起來 但是這些都是防君子不防小人 餐廳業者氣到拿噴槍 直接燒了兩張100美元大鈔 就是因為這根本不是真的錢 副賈超吃大餐 這又是另一種詐騙商家的做法 更讓人恨得牙癢癢 竊案平傳又拿著賈超消費 這是治安問題 也是經濟問題 這是不是代表美國民眾日子 更不好過 消費力縮水了呢 今年以來市場都認為 美國的內需消費回來了 但問題是全美卡債高竹 多達1兆美元 在聯準會的升息循環之下 信用卡最高利率來到22% 有些更高達29% 這讓很多人是不知不覺 就變成了卡奴 美國史上首次看到卡債總額 飆破1兆美元 根據美國信貸平台Landing Club的報告 現在有62%的美國人是月光族 而在這種超支消費的環境下 在今年年底的節慶旺季 平均每個人購物支出 還是會多達900美元 也讓今年零售銷售總額 預估可以達到9573到9666億美元 比去年還成長了3到4% 美國財經媒體CNBC就分析 在疫情時候有些民眾多存的存款已經用光了 而通膨造成的萬物上漲 以及美國政府重新收取學貸 都在打造完美的債務風暴 而會造成卡債高築的其中一個原因 也是因為新卡戶變多了 從2019年來至今 全美新增了7000萬的信用卡新申請用戶 全美國有69%的民眾都有信用卡 只是這是真的健康消費 還是用來當作刷卡換現金的以債度日 就很難說 全民被債可能成為美國經濟的下一個地雷 而此時又有一個壞消息 美國百年老四號美國鋼鐵公司 以149億美元出售 買主是日本最大鋼鐵製造商 日本製鐵 美國鋼鐵公司曾經是全球最有價值的公司 更是美國重工業指標 如今老闆換人 恐怕也說明美國製造業 昔日榮光不在 TVBS新聞綜合報導 美國的媒體報導 先前拜習會之前 中方官員就要求拜登 要發表公開的聲明表達 美國是支持兩岸統一的目標 並且也不支持台灣獨立 而其實當時呢 白宮是回絕了這一個要求 白宮的官員就說了 美國依然是奉行一中政策 不支持台灣獨立 但也不支持任何一方改變目前的現狀 美國總統拜登在和大陸國家主席 習近平峰會後的記者會 不管是對於中國對台動武或者是北京干預台灣選舉的後果 拜登的回答都很簡短 美國國家廣播公司NBC報導 拜習會前中方提出要求 希望拜登公開表達美國支持中國和平統一台灣的目標 並且不支持台灣獨立 這個要求遭白宮回絕 白宮國安會戰略溝通協調官科比表示 不深入討論拜習對話的具體內容 強調拜登立場很明確 美國的一中政策沒有改變 不支持台灣獨立 也不支持任何一方片面改變現狀 報導指出習近平直白地告訴拜登 北京終將統一台灣 雖然這和過去的公開談話沒有明顯差別 但在台灣選舉前這番說法引起美方關注 美方官員表示習近平在會談中 表達對台灣總統候選人的關切 也注意到美國對台灣的影響力 而當拜登要求中國尊重台灣選舉過程時 習近平回應和平固然好 但中國最終要朝解決方案邁進 美國國務卿布林肯在年終記者會列出 2024四大優先工作目標 分別是支持烏克蘭對抗俄羅斯和中國競爭組建聯盟 以及結束以色列跟哈馬斯的衝突 布林肯表示美國和盟友加強合作 更有效的應對美國關切的領域 包括中國脅迫性經貿做法 台海南海及東海的和平穩定 還有人權 TVB的新聞佳輝美國華府報導 中國大陸在今天宣布中止 EKFA部分產品關稅的減讓 當中就包含了秉吸 綠乙吸等 化石化產品的優惠關稅 行政院就回應台灣現在其實已經分散風險 衝擊是在可以控制的範圍之內 而陸委會也強硬的回擊說 大陸借選經濟脅迫 也奉勸大陸要當局要早日覺醒 不要再繼續傷害兩岸關係 距離總統大選不到一個月 中國大陸決定出招 終止EKFA部分產品關稅減讓 國務院關稅稅責委員會 今天發布關於終止海峽兩岸經濟合作 框架協議 EKFA部分產品關稅減讓的公告 被查扣的大陸製食品螺絲粉 全都被封箱準備銷毀 今年1月開始 經濟部禁止部分大陸製商品進口 被對岸認為是採取歧視性的限制措施 今年上半年 台灣重演缺彈危機 但蔡政府不跟大陸買 出怒大陸政府出手反制 今年4月啟動調查 12月15號公佈結果 認定台灣禁止2509項大陸製產品進口 構成貿易壁壘 台灣禁止大陸汽車進口 台灣的消費者無緣享受 大陸突飛猛進性價比高的新能源汽車 根據大陸官方附件 終止關稅減讓的 包括丙溪 丁二溪 綠乙溪等 12項石化產品 明年元旦起生效 行政院回應 對台灣的衝擊在可控範圍 將輔導業者分散風險 而工總認為 雖然石化大廠 可透過增加海外產能因應 但縮減國內產能 勢必衝擊就業 今年到現在為止 大概出口的是18億美金 他取消EQFA關稅 回到WTO的稅率以後 有16億是1到2%的稅率 針對中共當局 一再利用各種手段來戒選 試圖影響我國選民的投票行為 而陸委會再度對中共當局 提出嚴厲的譴責 國發會老神在在 表示EQFA佔整體出口不到百分之四 這十二項產品比例更低 衝擊有限 EQFA攸關產業民生 大陸下重手 就怕引發連鎖效應 政府相關單位嚴陣以待 TVB的新聞綜合報導 好 今天台灣明顯的降溫了 但是中國大陸這裡呢 冷的感覺又更加的明顯了 而且很多人應該從網路上影片 都有看到他們很多地方 都下起了大雪 所以今天中國觀察 我們也邀請到資深特派記者 陳湘如來到現場 幫我們進行分析 湘如姐好 希姨好 各位觀眾大家好 好 現在大陸到底有多冷呢 我們來看一下這一張圖 這一張圖可以看到 整個大陸上面的地圖 幾乎有一半都是這個藍色的顏色 因為大陸呢 幾乎有九成的國土呢 都是被冰凍的 來看到上市哈爾濱有-21度 而長春也有-19.3度 另外呢在瀋陽也有-16.5度 天津-8.2度 而至於北京呢 也有-7.4度 這一些呢 最高溫 他們的最高溫都創下了 立東的新低 來繼續看一下這一張圖 這一個紅色的線呢 其實就是所謂的零度線 這個零度線呢 在明天 今天跟明天呢 北方冷空氣往下壓 零度線呢 就會壓到貴州南部 到華南一帶這個地方 所以在大陸的城市裡面 南京今天的最高溫 是最高溫喔 已經跌到了-1度 而在杭州跟上海呢 最高溫也只有0-1度 但是這一季冬天真的會特別冷嗎 我們來看到大陸國家氣候中心就預估 其實在明年1到2月的時候呢 除了西北跟東北的氣溫會比較低 其他地方其實跟往年是差不多的 那我們想要來請教尚如捷喔 在這一次這一波冷空氣南下 是不是在中國大陸很多地方 真的都創了低溫的新紀錄呢 沒錯喔 而且你知道嗎 其實未來5天的時候呢 大陸大部分的地區的話呢 還會持續呢 是氣溫偏低的 而且呢你知道嗎 最近的這幾天的時候呢 部分地區呢 最低的氣溫 其實都已經破了歷史的同期紀錄喔 而且呢 平均呢 是偏低了7度左右 再來的話呢 是大陸的華北地區喔 很多氣象戰 他們的最低氣溫的話呢 都跌破了 建戰以來12月份的歷史紀錄喔 舉例來講 像上海的話呢 它是40年以來最冷的12月耶 它呢 零下的氣溫 可能要持續到了下一週 於是呢 大陸很多民眾就問啊 不是說今年是暖冬嗎 那怎麼冷成的這樣子啊 於是呢 大陸的專家他們就說了 目前的時候呢 一次性的中等強度 聲音現象呢 已經形成了 那麼大家的印象當中會認為說 聲音現象呢 往往都是跟暖冬聯繫的 關係在一起的 但是暖都不意味著沒有寒潮啊 所以的話呢 這一次的大陸 多地 很多地方都下寫了暴雪 跟超級寒潮的天氣呢 可能就是聲音現象下 極端氣候的情況了 是其實台灣也有很多人說 欸今年不是暖冬嗎 為什麼好像最近這麼冷呢 因為其實就像善如姐剛剛講的 暖冬不表示說不會有寒流 或是不會有冷氣團 來影響我們 那我們來看到觀眾朋友 Bob Chen說 可是中國下雪不是家常便飯嗎 的確對他們來說 冬天下雪可能還蠻常見 但是現在中國大陸 有將近九成的國土 都是呈現所謂的冰風狀態喔 有山東烟台的學生就說 連日的暴雪讓他們門一打開 感覺好像進入所謂的 北極科考的場景裡面 早上是去口四集 然後再回來的時候 其實樓底層那個台階 就完全被雪蓋著了 同樣是山東烟台 積雪深度大約25公分 階梯被雪覆蓋 大學生考完試得手腳並用 爬回寢室 山東暴雪不只阻斷上學路 有網友直擊 市區大馬路 幾乎每輛車都動彈不得 交通警察和駕駛 通通變成推車匣 因為那天下大雪了嘛 就沒法出門 到下午的時候 好多車就陷在那邊 天寒地動打亂民眾生活 不過還沒完 山東烟台市氣象台 二十一號凌晨五點 又將暴雪黃色預警信號 升級為暴雪橙色預警 預估到二十二號 降雪才會結束 氣象台統計這波冷空氣 讓上海可能經歷 四十年來最冷的十二月中旬 浙江創近十年來十二月 最長冰凍期 貴州則連續降溫幅度 打破歷史紀錄 今兩天冷空氣會繼續南下 影響南方多地 出現四到八度不同程度的降溫 官方統計 大陸全國用電用氣需求暴增 創下供暖季節歷史新高 為了因應強寒潮 相關部門火力全開 確保暖氣供應不中斷 TVB的新聞綜合報導 好 大家還記得嗎 甘肅在18號晚上11點59分的時候 發生了瑞士規模6點2的強震 而且地震深度呢 只有10公里 算是潛層地震 我們來看到目前統計呢 大約是在甘肅 已經有113人死亡 782人受傷 而在青海呢 也有18人死亡 198人受傷 而且還有16人都是失蹤的 而且餘震可以說是不斷的有持續喔 而且在12月21號的時候 清晨4點02也是大家正在睡覺的時候 也出現了規模4點1的最大餘震 而且地震深度只有8公里喔 所以我們想要來請教向儒姐 因為我們知道說 其實他們地震發生之後 很多的房屋都已經垮掉了 那他們現在的災民 大概都是安置在帳篷裡面 那接下來他們中長期規劃怎麼辦呢 因為照理來說房子 應該不可能這麼快就蓋好吧 沒錯喔 你知道嗎 現在的話呢 他們很多的民眾呢 他們在地震當天的時候 就安置了87000多名的災民喔 那當然是先放在帳篷裡面了 裡頭的話呢 會有棉被 還有保暖的工具 還有一些火爐這些的 那重點來了 因為呢 災區的話呢 是屬於高海拔 而且氣溫低還有餘震多 高海拔怎麼說呢 他是屬於1800到4300公尺的地方喔 海拔跨度非常的大 所以他的地形跟地貌呢 可以說是十分的複雜 這也就會造成了搜救上面的困難 再來的話呢 那就是地震災區的話呢 他的夜間溫度呢 是達到了零下15度喔 也就是氣溫非常的低 還有一點的話呢 就像剛剛欣怡所說的 欸今天的時候呢 在凌晨的時候呢 竟然還有4點多以及的地震喔 未來不排除還有5級以上的 就是瑞士規模5的餘震 那這些的話呢 通通都會加深了搜救困難性 以外的話 還有這麼上萬名的災民 他們到底要如何呢 好 那麼現在的話呢 當地的災民 他們會把小朋友 尤其是比較幼小的 送到了親戚朋友家 再來的話呢 重建 就像你剛剛說的 不可能那麼快 大家要記得 今年2月份的時候呢 土耳其他瑞士規模7.8的強震 到半年以後都還在拆圍樓欸 那更何況的話呢 在當地的話 雖然他沒有高樓大廈 但是因為面積非常的廣 還有搜救速度比較緩慢 所以的話呢 中長期的後置安置 都是一個困難點 是 像觀眾朋友 我也連續就說 不知道是不是可以用貨櫃屋 或是方舱先擋一擋 是可以 但是重點是 好 暫時住可以 但是呢 你的貨櫃屋 跟你的方舱 好 就算你每天要燃燒 因為很冷嘛 就算呢 你每一天要燃燒的煤氣那一些 政府都可以供應你 但是你周邊的配套是沒有的 平常的時候你居住 家裡外面 你會有超市 你會有學校 你會有醫院 你會有飯店 還有市場 但是問題是 這一下子全部通通都沒有 你光只有一個居住的屋子 那 就是最低的生活條件 對 還有廁所呢 是的 的確這些都是一大問題 在這麼低溫的狀態下 恐怕很難短期的來解決 所以大家也非常的關注 那另外我們來看到 其實中國大陸 近年非常積極的 來發展海上的軍力 來看到美國的軍事專欄就報導 解放軍無人機攻擊11的原型 他們現在發現喔 有現身在全尺寸的航母測試的設施上面 而其實除了攻擊11無人機 還有殲-15艦載戰機 甚至殲-35隱形戰機呢 都有出現 其實中國大陸的 我們來看到的這個武漢航母樓 武漢航母樓到底是什麼呢 其實他是專門用來評估 軍機在海上到底可不可以用 所以戰機出現在這裡 基本上來說呢 就是預料未來有可能會出現在航空母艦上 像是過去的空警600艦載機呢 也是有出現就是一個例子喔 當然主要也是因為這一個福建艦 航空母艦上面是有電磁彈射系統的 也讓殲-35攻擊11還有空警600 其實他是可以順利起飛的 而過去三週前呢 其實也有來測試這個電磁彈射系統 那我們想要來請教尚如姐 因為這個福建艦其實他開始下水測試之後 非常多人都很感興趣 甚至這裡可以說是成為一個所謂的 大家旅遊都會想來這裡一睹為快喔 那現在是不是甚至也有一些更多的照片 出現在社群媒體上面 沒錯啊你知道嗎 下水已經超過一年半的福建艦呢 近期的時候動作頻頻耶 特別呢是往來上海長新島的飛航旅客呢 就變成了這是一個熱門的觀察點喔 怎麼說呢最近的時候呢 就有旅客他們拍下了福建艦的照片 除了有測試這個電磁彈射的小紅車以外 這個甲板上面呢 又多了一架體型比較小的飛機 有人認為呢 這個應該就是殲35的戰機喔 短期之內的話呢 也有軍事民他們就猜測說了 這個未來包括了空警600的預警機 還有直20的通用直升機 或者是殲15的艦載戰機 跟幾款無人機 未來可能都會出現在了福建艦上面喔 那麼目前的時候呢 測試電磁彈射的小紅車呢 他在測試完以後呢 福建艦的各種測試 新的測試照片呢 就不斷在社交媒體上面發布出來了 近期的時候呢 受到注意的是一架呢 這是什麼呢 一架飛機 初期的照片的時候 因為解析度不是很高嘛 因為都是民眾在高空當中 或者是不小心拍到的 好那麼最近的時候呢 更清晰的照片出來了 於是呢就有軍事民 他們一看就說 這應該可以確定就是殲35的隱形戰機喔 而且呢相比較於山東艦跟遼寧艦喔 近8萬噸的福建艦 確實能夠停比較多的艦載機 雖然呢他比美國的航空母艦 也就10萬噸差了2萬噸 但是呢這個甲板的面積呢 已經相差無幾了 而至於在無人機的部分喔 在福建艦上面的起降呢 就會變得更加的容易 可能可以安排的是殲15T跟直20 換言之未來這個福建艦它的海事任務 可以說是相當繁重 的確喔這個中國大陸發展軍事 現在可以說是盡了全力在進行喔 不只很多旅客可以看到這個福建艦都非常好奇 相信全球很多國家 對於中國發展這一個福建艦也是蠻關注的 嗯沒錯 那我們也非常謝謝尚如姐今天來到節目盛場 幫我們進行分析 謝謝尚如姐 謝謝心怡 謝謝大家 好另外我們來看一些比較輕鬆一點的話題喔 因為接下來要寒假了嗎 如果可以旅遊的話 假設可以到中國大陸 也許這個也是一個大家旅遊景點 是上海的迪士尼樂園的第八座主題樂園 動物方城市已經在20號的時候開幕 而且第一天呢 就湧進了3.2萬名的遊客 這個樂園當然被擠得水洩不通 而且迪士尼也說他們導入最新的科技 也讓裡面的大型人偶活靈活現 朋友們你們好嗎 歡迎來到瘋狂動場 迅爛煙火和光雕秀點亮夜空 搭配動感歌舞將氣氛炒熱到最高點 上海迪士尼的動物方城市嶄新園區 20號正式接幕 當天湧入3.2萬人次遊客 帶動元旦假期樂園門票和飯店銷售開紅盤 我覺得蠻還原的有很多場景都是 跟電影裡面是一比一的 然後也有拓展的一些額外的彩蛋之類的 玩得很開心出了人有點多 動物方城市中的靈魂人物 報警官蠻牛局長動作流暢穩定 眼神也同步到位 有別於早期的氣動或液壓驅動 現在已發展到電機驅動 上海迪士尼引進全球最先進的 機械動畫人偶技術 讓卡通主角的表情更加活靈活現 另外上海迪士尼還導入五軌道樂園設施 這一區較熱力追蹤 讓乘坐警車的遊客可以獨立運行 重複探索同一處空間 或跟著兔子警官體驗追捕壞人的快感 數據統計大陸十二月樂園門票 預定量較去年同期暴衝八倍 明年一月預定量也年增百分之二十六 去年入園人次高居中國大陸樂園綁首的上海迪士尼 摩群擦掌為明年的旅遊熱潮做好準備 TVB的新聞綜合報導 好今天真的很冷而且現在下班時間 但其實現在還不是最冷的時候 我們今天邀請到氣象主播宣童來到現場 幫我們進行分析宣童好 欣依好大家好 好宣童想要請教 這最冷的時候是什麼時候會冷到幾度呢 今天早上出門的時候呢 其實真的是待在床上面都不想起床 因為這已經真的感覺已經非常冷了 但是呢在今天晚上你也感受到 這溫度是一路的往下滑 而且還會再更低 我們先來給大家直接看的比較清楚 在今天晚上呢明天清晨是最冷的時間 所以以北部地區宜蘭來講 它的溫度低溫會來到8到10度 而在中部地區則是10到12度 南部地區12到14度 花東11到14 澎湖14到15 金門馬祖因為地形以及氣候的影響 所以也只有5到9度的低溫 現在您看到的這一些都還只是比較保守的 而且是屬於比較市區 而如果你是住在可能近山區 或者是住在海邊的話呢 這個溫度還會再降個2度左右 所以北部的溫度是有機會會下滩到6度的 最後我們還是要特別提醒大家 就是體感溫度也是不得不防 包含像是現在在各個地區的溫度呢 雖然可能都已經接近最近幾天的低溫 極限值 但是呢還會再更低 尤其以這一次北移的狀況來講的話 剛剛說郊區可能會出現6度 那麼體感溫度加上這個強風 加上這個濕冷 很有可能就會降到5度以下 真的要提前的做好遇寒措施 而氣象署也持續的發布了低溫特報 你可以看到整個台灣呢 超過三分之二都亮起了燈號 黃色的燈號它意味著 它有可能會出現10度的低溫 10度以下的低溫 橘色的有兩個意思 一個是它會出現長時間10度以下的低溫 或者是有6度低溫發生的機率 尤其像是在新北新竹還有在桃園這三個地方呢 是有可能會出現6度的 所以如果你住在這裡的觀眾朋友 真的要留意 再來我們關心今天晚上到明天清晨的低溫分布圖 你可以看得更加的仔細 這個呢再包含台南以北 包含像是一些靠近山區的位置 在今天晚上到明天清晨的這個時間點 低溫都會來到10度以下 甚至接近8度 那麼在整個中南部地區 黃色綠色則是12到14度左右 雖然這個我們說中部以北是10度左右 但是呢你看到顏色比較深的這個區塊 深藍色的這邊呢 它的溫度還未來的更低喔 就會降到6度以下了 當然離島地區也是 整個馬祖金門呢都是6度到8度左右 而在明天的清晨可能來到低點 馬祖可能只有5、6度 再來關心在風速的部分也是非常的強勁 我們看到這三張圖呢 就是未來三天 大致上台灣海峽上面的風速 我們可以注意在整個台灣海峽 因為峽管效應的影響 加上這一次的東北風 所以加起來在整個西側這一帶呢 會吹起9到11級的強震風 是非常的強的 同時在整個東南部地區 比如說像是蘭嶼啊 還有在蘇澳呢 在今天早上的時候 也都已經有測得3到4米的浪高 也不排除還會再增加 我們就帶大家來看這一波 預計會影響到什麼時候 目前說禮拜四禮拜五是最冷的 禮拜五的清晨的時候呢 過了就會慢慢的回溫 但是你也注意到 它就算回溫 其實回升的幅度也不是特別的大 都是在12度左右北部的低溫 那麼在禮拜六的時候呢 這一波寒流才稍微的減弱 但是北部的低溫依舊很冷 而且高溫也不會超過18度 而在中南部地區呢 它的高溫雖然有上來 有機會會站回到23度 但是跟之前比起來 也都還算是比較冷 在這寒流來之前 感覺上都是偏冷的 而且很快的 下一波的大陸冷氣團 又緊接著要南下 就在禮拜五的下半天 所以溫度又要往下滑 北部地區低溫大致是落在14度以下 甚至部分的局部地區會來到只剩下10度左右 一直要到下禮拜二 過完了耶誕節之後 這溫度才會緩步的回升 但是呢這回升也不是 一下子就立刻拔地而起 而是慢慢的往上回升上去 而畢竟是冬天 所以高溫也不會說真的到很熱很熱 像是在上禮拜五的時候 北部出現了30度 可能要回到30度的話 這個時間點可能要拖得再更長一些 好 那我們同時還要最後做個懶人包的部分 你可以看到呢 在今天明天是最冷的 體感溫度還會來更低 所以大家要做好保暖工作 以及在淫風面地區 包含像是東北部 它的雨會來的比較持續 比較久 所以雨距都要記得攜帶 而在高山呢 它雖然未必會下雪 但是它有可能會有 霧松和冰線的機率非常非常的高 我們在這邊跟大家說 在太平山呢 因為它的雨是持續的 而且它超過了2000公尺以上 目前的溫度都已經來到了1度 甚至逼近了0度 所以當它降到了零下2度到3度的足候呢 時候呢 是有可能就會有雪飄下來 水氣也相當的足夠 而在整個風浪的部分呢 因為風非常的強 吹起了9到11級的陣風 去海邊要多加留意 其實呢 騎在路上也要注意 不要被風給帶跑了 而在山上的道路 是有可能會出現結冰 所以行車上也要注意安全 好 像觀眾朋友Bob Chen 他就說會不會明天早上 台北門一開發現下雪了 大家想到應該是2016年那個霸王級寒流 不過這一波看起來是不太可能的 那我們也非常謝謝宣頭 今天來到節目現場幫我們進行分析 謝謝宣頭 謝謝心意 謝謝大家 好 那麼其實不知道大家在留言區 有沒有看到我們有一個小投票 目前有1440人投票 因為就是要問大家 這一次寒流這麼冷 會不會去追雪呢 像阿伯他就說如果是20幾歲 荷花山有可能下雪他就會去喔 那這裡的投票其實有13%的人 是說會去追非常熱血 還是有77%的人 不會可能想在家裡面休息 還有9%的人是不一定喔 那不一定的話 我們這裡提供您參考 因為我們TVBS的採訪團隊呢 已經到宜蘭的太平山了 下午時間就抵達溫度只剩下一度 而且有很多的遊客其實已經上山等雪了 現在甚至訂不到房間 有些人打算直接睡在車上 星有多大 想看雪的慾望 就有多大 寒流來襲全台低溫有感 北部 東北部 2000公尺以上高山 有望降雪 追雪族門出縱前 當然得先暖暖身子 要來追雪嗎 對啊 肯定會想要 對啊 肯定會想要再住一天看一下 有沒有機會再到雪 因為台灣就是下雪機會很少 對啊 好不容易等到 對啊 好不容易等到 這樣過來這邊 太平山 鳩之澤溫泉 週四這天光是早上 就有百人來泡湯 因為氣象屬預估 週四晚間到週五清晨 這段期間高山最有可能下雪 太平山上住房也一味難求 現在我們終於是抵達到了太平山莊這邊 天氣真的好冷好冷喔 可以看到下午時間已經來到了一度左右 而且往旁邊來看 今天的景色來說 現在是霧茫茫一片 空中也飄著小雨 因此主任單位他們就提到了 這裡有貼出了告示牌 告訴你傑兵可能下雪 所以說路面上可能比較滑 走路都要小心 霧茫茫景色搭配飄雨 有另類的浪漫氛圍 保暖工作也不能少 目前是沒有這個打算嘛 就是看晚一點 溫度會不會下降 然後如果沒有的話就要下山 大批遊客一整排都在吃泡麵 邊取暖也要邊等雪 還有家長幫小朋友 特別穿好幾件衣服 總共加一下其實是穿三到四件 然後我也是就是穿三件左右這樣子 然後就夠 其實不夠了可能還再加一點 然後現在 毛外套高齡還有暖暖包 就算穿三四件了還是感覺不太夠 甚至還有特別從馬來西亞的遊客 聽說有機會看到下雪的 然後我們也是算第一次 有這個機會能夠看得到 越晚天氣越冷 怕低溫危險 一日遊旅客晚上六點就得下山 太平山週四週五兩天 也啟動預警性管制 要是下雪或結冰 開園前就會啟動產冰 要確保安全 也讓旅客玩得又開心 特別新聞 這部長張慧嫻 一輪報導 好很多觀眾朋友都說 這些人真的很熱血 他們都想只想在家裡面看電視 沒關係 大家不想去追雪的話 也歡迎鎖定我們 我們會帶大家看到底有沒有下雪 但是天氣冷呢 大家一定還是要注意保暖 因為很容易有心血管疾病的事件發生 我們來看到彰化線呢 非創上新歐卡的救護 在28小時之內 就比平均值多了三件 目前全台灣目前還沒有一個統一的數字 但是如果以救護車出勤增加的頻率來看的話 恐怕整體來說也會比平均值高 估計有可能會超過50件 寒溜瀾於一九好忙 患者是彰化永靜77歲的老先生 他一個人獨居 20號上午應該出門做復健 富康巴士來了 沒看到人而且大門緊閉 趕緊聯繫家人開門 卻發現他沒了呼吸心跳送醫 還是沒能救回來 還有彰化田尾65歲的男子 出門未機沒回來 家人趕到現場找人 他也倒在田裡沒了呼吸心跳 他到醫院量的體溫是30度 寒流來襲 不排除因為低溫 引發心血管疾病等問題 造成非創傷性OCA案件增加 彰化縣消防局統計 20號早上八點到二十一號中午十二點 二十八小時內全線有七件 非創傷性OCA救護 比平均值多了三件 不過消防署的統計 以每天凌晨到五夜為準 這六天十五號最多六十四件 接下來是下降的趨勢 二十號四十八件 這星期最低 但是關鍵的二十一號 還沒有全台的統計 以救護車出現的狀況來看 件數可能會增加 天冷要特別注意保暖 馬路上機車騎士 穿雨衣 戴手套 防風抗寒 行人也把羽絨衣 封衣 圍巾跟帽子 全部戴起來 對抗首波寒流來襲 明天可能會很冷 然後今天就是想說就先這樣 因為想說要漸進室的 不然明天我不知道要拿什麼 台北市中正區天氣濕冷 體感只有十一度 氣象署針對十二個縣市 發布低溫特報 溫度可能只有十度或六度以下 民眾要是搭乘大眾運輸 有空調 室內外溫差大 如果是搭乘計程車的人 上車之前室外大概是十多度 但是走進車廂裡面 其實計程車司機 大約都是調二十一二十二度 左右的空調 也有急診醫師PO文分享 溫差大造成多名腦出血案例 提醒民眾注意保暖 也要小心溫差太大 TBS新聞綜合報導 好的確今天越晚越暖 所以提醒大家一定要做好 保暖工作 另外我們來看到的是 海軍的海湖潛艦 在今天中午在左營外 還發生了六名官兵落水的意外 而現在還有三人失聯當中 中等車隊21號下午4點多 突然進到左營軍區 因為稍早前 傳出有六名軍事官落水 還有三人下落不明 早上給海湖軍人鼓勵 出事的就是這艘 隸屬於256戰隊的海湖潛艦 原本中午12點05分 從左營軍港出海 來到小琉球附近一處海溝 執行戰備征詢任務 結果準備脫落 立刻實施浮航固定 派人到甲板檢查 沒想到風浪過大 造成六人落海 海軍第一時間 派出S軌動C 反潛直升機 前往搜救 而岳飛艦跟海巡的騎巾艦 也前往支援 雖然將陳姓少校兵器長 從姓尚未建物官 以及李姓宗士舊起 但林姓士官長 嚴姓及髒姓上士 仍然失聯 根據了解 脫落的裝備 疑似是放在潛艦外殼內的繩索 蓋著鬆托 繩索打到船殼 發出聲響 才會急忙檢查 但由於受到東北季風影響 高雄外海掀起3到4米高的大浪 還吹起7到8級陣風 瞬間陣風更來到10級 因此一個不穩 就發生落水意外 由於高雄白天氣溫只剩18 9度 海水溫度也低於20度 預估入夜後 氣溫水溫還會持續下探 因此海軍除了持續搜救 也已經通知家屬前來 希望安撫對方情緒 TVBS新聞趙麗何一信 高雄報導 好 我們持續追蹤 目前艦隊指揮部指出 這一次其實是在進行 所謂的浮航固定的時候 因為風浪實在太大 才會導致官兵落水 而專家也說 其實他們都會進行自主訓練 來提高存活率 這次發生意外 海虎號潛艦 在2019年首次使進高雄港 感謝官兵進行加油 任務設計成功 當時總統蔡英文還有五線電 替官兵加油打氣 而官兵禁禮 站在上甲板的位置 也是這次導致落水的地方 海虎兵艦 加油 艦隊指揮部指出 這次是在 浮航固定時發生意外 但會需要浮航固定 走到船身上 多半是因為要撈取裝備 或進港時的瞭望作業 依照規定都會穿上救生衣 落水後會自動充氣 並且加上扣環 繩索固定 他們會扣安全鎖 在就是甲板上 那些固定的一個毛栓 那如果是說 他需要來回走動的話 可能就會解開安全鎖 只做這個救生衣 若有官兵從前艦上不升落水 也有救援SOP 第一階段得先把船艦煞停 車業停止運轉 並且掉轉船頭 避免撞擊 第二階段則得看風浪是否過強 選擇下水或拋救生衣 並同時呼叫附近友軍 甚至岸上直升機救援 海軍官兵他們都有做過相關的 這個求生訓練 包括落水後 要怎麼進行 就是浮游 那來就是讓其他的同仁 可以更容易的就是採取 這個救援的行動 但前艦官兵落水並非首例 2009年海龍前艦艦長陳濟宗 在進行操演途中 疑似遭到強浪拍打 不慎從帆舟處落海失蹤 這也成為中華民國海軍 第一起艦長落海殉職事件 如今海湖潛艦 六名官兵也落水 同樣是湧浪太大導致 但剛好遇上寒流 海水溫度更低 恐怕讓救援行動困難重重 電影月圈綜合報導 好我們來關心政治消息 民進黨總統候選人賴清德 在萬里老家的違建爭議 持續的在延燒 那麼其實賴清德昨天也主動清理戰場 他也說會把這個老家公益信託給捐出去 大家還記得嗎 其實在2012年的時候 當時民進黨副總統候選人蘇嘉全 也爆出了所謂的豪華農舍的爭議 而當時蘇嘉全就說 把農舍捐給湘工所來止血 那今天蘇嘉全的老婆也出面了 他說蘇嘉全跟賴清德不一樣 那一些農舍全部都是合法 而且還有執照 我們都直接給捐出去了 而其實我們知道說賴清德老家旁邊 其實有個警衛室的 當時呢前幾天也被說被改建成 特勤人員來進駐的地方 那其實這是國安局跟賴清德的堂弟租用的 目前賴清德已經說房子要公益信託之後 在今天維安也已經撤離了 但現在外界也質疑說 這是不是國安局 在三年前限制性招標的時候 跟替賴清德的堂哥來裝修房子 對此呢賴清德辦公室也駁斥了 國安局中午才發西洪港說 因為賴清德將信託萬里的老家 所以將不符合特勤討例的 維安局所將會撤上 而下午就動起來 不只有冰箱 特勤人員從這間平房內搬出洗衣機 烘乾機 微波爐放上卡車 時間往前推半小時 研究怎麼拆拆拆 工人也把門口電線剪斷 速度之快或許就擔心再被質疑 因為有網友在政府採購網上找到國安局 二零二零年八月公告 新北市萬里區警衛據點限制性招標 得標廠商為林秉泰 決標金額三十六點八萬元 旅約時間從二零二零年八月二十五號 預定到二零二四年五月三十一日 網友翻出林秉泰與賴清德多張合影 更質疑屋主是否為賴的哥哥 直言是不是賴清德讓友人賺國家錢 替哥哥裝修房子 令林秉泰更有一說是賴品瑜的助力 但並非賴副總統的哥哥 而是他的堂弟 駐地警衛據點是設置為了國安考量 像這樣惡意混淆事實 無端是非的謠言應該要適可而止 原來這筆三十六點八萬元是租金 換算下來一個月八千一百元 賴辦也進步透露原本賴堂地 願無償提供使用 但公家單位依法不能接受 便以當地市價乘租 國安局同樣回應說 相關租人作業均依政府採購法規執行 絕無圖利他人情勢 或許就擔心老家爭議持續被放大 也打擾老鄰居們 賴清德快刀斬亂嗎 TVBS新聞紅包劉婷婷新北市報導 好其實像緋文安安觀眾朋友 他也說賴清德這樣子的話 觀感不是很好 但其實現在呢 除了賴清德之外 民眾黨總統候選人柯文哲 也被爆出他名下的農地 有違規使用的情況 而且還租給 疑似租給遊覽車來停放 那我們現在看到外界也關心 因為民進黨發言人也有爆料說 其實柯文哲這一個停車場上面的農舍 早在2010年的時候 就已經掛著招牌上面寫 九鼎建設開發辦事處 而他們實際一查 九鼎建設的這個監察人張正榮呢 其實他就是現在的新竹縣議長 而且他們說當地人都知道 九鼎建設就是新竹的蟲化大王 而對此柯文哲的老婆陳佩琪也回應說 長輩當初說要買我們也沒有多問 柯文哲也說這個租金全部捐出去 都是沒有問題的 柯文哲也強調這個農地 是這一兩年呢 才作為遊覽車的停車場 但是他也說會補交所得稅 很簡單嘛 該補所得稅的要補 然後該捐出來沒問題 要不要捐柯文哲說得很堅決 畢竟連日來被報名下新竹農地 違規出租當停車場 眼看在清德要捐萬一老家做公益 柯文哲也跟進捐租金 我拜託那個黃國昌找一個律師 你知道來處理 我想這個就交由專業的律師去處理就好了 柯主席絕對不會賴皮 民眾黨要拆彈 但綠營舊批根本是技術性迴避 柯文哲又在玩文字遊戲 農地變成違法停車場 長達15年的時間 結果他現在只願意捐出來兩年多 延續柯說的只是團購土地 竹冠艇開背後政商關係 指出這處農地上農舍 從2010年就掛上一間開發公司辦事處招牌 開發公司實質負責人是新竹重劃大王吳清源 而監察人就是現任新竹縣國民黨籍議長張正榮 而且張正榮2020年挺的是高鴻安 藍白河在2008年就開始了嗎 你要不要為農地非法使用道歉 跟幾十年前的礦工工僚 到底有什麼關係 賴清德 那是你的房子 為什麼在財產申報上沒有 沒正面回應爭議 倒是柯文哲妻子陳佩琪臉書易當年 結婚十多年後某個年夜飯時間 公婆曾跟我們夫妻提過 有一是周他們一起買某塊土地 晚輩對上一代的理財 本來就沒有智慧餘地 後來我們夫妻對土地在哪裡 做什麼用途完全沒過問 對此刻媽媽也必談 不願回應 而柯文哲也說過去都不知情 綠營警搖土地爭議 沒說清楚 想翻頁 恐怕沒這麼容易 體育人生活照片 楊佩琪才有理想報導 好 大家還記得嗎 賴清德其實昨天呢 他就有說 他要把他這個老家的違建 給信託捐出去 但事實上這個違建 到底可不可以信託呢 有律師就有講 其實如果說是公家機關同意的話 還是可以的 那麼其實趙少康昨天也有講 他說只要賴清德把屋子 給捐出去 他就辭去中廣董事長 那麼今天呢 外界也問趙少康 你有要辭嗎 趙少康他就說 只要賴清德正式一捐出去 我馬上就在辭職書上面簽名 賴清德只要今天捐出來 我今天就辭 他明天捐 我明天就辭 不要拖啦 不要拖啦 你要拖到時候 拿出中廣還沒簽名的辭職書 要跟民想總統候選人賴清德對賭 多快能兌現老家公益信託的承諾 我覺得賴清德喔 他基本上呢 就是緩兵之計推託之子啦 當段不斷模糊焦點喔 你要捐喔 今天就捐嘛 按指賴清德在耍賴皮 只想透過選舉而已 只是賴清德不只出招捐老家做公益 新北市政府財政局也證實 收到賴清德老家的申報資料 打算要補繳前五年的房屋稅 國民黨議員就質疑賴清德 再走蘇嘉全模式 2012年要選副總統的蘇嘉全 因為豪華農社惹異 最後乾脆捐給屏東三公所做公益 但議員卻說只是一場戲 當初是無償捐贈 可是到了最後呢 造成公家單位的這個燙手三玉的時候 又說他願意把他整個收回來 這不就是凸顯了為了選舉 而進行了緩兵之計 只為了在這個 為了挽救選情而金蠶脫殼 至於賴清德只想著救選情 但蘇嘉全的老婆洪橫竹 卻跳出來說他們完全合法的農社 有五張合法執照 不能拿來跟賴清德的老家比 只是公益信託也沒那麼容易 首先要向文化部申請 審核獲得許可才能討論 怎麼把老家轉型 國民黨就質疑 違建也能公益信託嗎 到底是不是違建其實是不影響 因為根據最高法院的見解 就算這個違建沒有所謂的產權登記 他還是可以當作信託的表弟 公益信託違建也沒問題 但求到賴清德就變成選戰攻防的議題 TVB的新聞 劉欣為崔仲群劉力雄為佳琪 台北新聞報導 華聯縣立委 傅坤其還有縣長 徐珍衛夫妻的官邸 現在也被爆出說是農地非法使用 立委范園也開記者會 更踢爆說縣府沒有依法開房 這個案件之所以會跟別的案件更不一樣的地方 不僅秀出豪宅落成前後的對比照 更炮轟縣府沒有依法開房 這個案件之所以會跟別的案件 更不一樣的地方 不僅秀出豪宅落成前後的對比照 更炮轟縣府沒有依法開房 這個案件之所以會跟別的案件 更不一樣的地方 因為我們有一個人要發揮 是因為他們自己就是縣市政府 我覺得他們自己就是這一個所謂的 這一個必須要去裁罰 以及必須要去管列的這個單位 從2012年的時候呢 這件事情就已經開始了 那一直到呢這個2023年的時候呢 他才被開罰6萬 他有限期必須要在7月以前做改善 結果改已經做出這樣的一個決定之後呢 結果一直到改善的期間 其實還是完全沒有改善 然後還可以自己再延長 然後一直到現在 然後宣稱自己是在就地合法中 那縣政府這邊就是依法辦理 那我們也請相公所去進行查報 那查報之後 屬於非農地農用的部分呢 那我們這邊已經縣政府也主持 聯合會堪 那我們的地政處單位 也進行了相關的裁罰 縣府成情都一視同仁依法辦理 而裁罰之後違規行為人 都有一個期間限期進行改善 同樣早質疑的還有國民黨立委 馬文鈞在南投普里鎮 東潤段的六筆農木用地 登記在地底馬長鋒名下 你要不要說清楚 講明白是不是就是 如我們相親所說的 原本是國有地 然後你們再佔用 然後後面才有做一個 申購的一個動作 說謊 請他把證據拿出來 我們有圈什麼樣的國有地 後來變成私有地 選戰倒數各個抓著違建 農地非農用議題 緊咬對手攻擊 TVI新聞綜合報導 選戰倒數 藍綠立委都各自找來助選員 來幫忙衝刺選情 國民黨呢 副主席連勝文組隊打籃球 就是要衝黨內不分區選情 籃下第一位插板秀球技 國民黨副主席連勝文 帶立委小姬組三對三打鬥牛 搶年輕票幫黨內衝刺不分區 三分球連勝文拿來比喻選情 在籃球場上 剛開始落後了不算落後 最後一分鐘喔 最後一秒鐘 頭一個大號的三分球 就一定可以逆轉勝 我想我們也要鼓勵 我們所有的夥伴們 立委一號吳思瑤 2024決勝關鍵 年輕票藍綠不放過 無私要做胖卡掃接敗票 不過這駕駛是黨內助選人氣王 萬老師過預勤 風好大喔 今天真的皮皮出來 不過原本說好的 兩人騎單車變成開胖卡 原來是萬老師不內行 但我才知道你很久沒騎車了 對 我應該會在後面挖挖叫 因為會很緊張 疫情開車私咬 我們香車美人 超強助選人 人選不一定是黨內 藍田行動聯盟 就找批評108克鋼的 國文老師歐貴之 我以現場的教學實力 讓大家吃驚的發現 在108克鋼的引導下 教育現場其實是日漸崩壞 無配義找雞排妹鄭嘉純 一前一後騎單車掃街敗票 只是兩人沒啥交集 畢竟當初忠貞萬華初選 兩人還先請派系角力 看來眼前選舉都得先放下 過往嫌隙 TVBS新聞高本利 董優俊李宗澤 SNG小組 台北採訪報導 好 我們先謝謝觀眾朋友 威廉帥董內給我們150塊 說是贊助我暖暖包基金喔 也預祝大家冬至快樂吃湯圓掌一歲 謝謝威廉帥 讓我們來看到藝人顏雅倫呢 他因為涉嫌頭牌要熱16歲的私密騙 遭到檢方起訴 而今天也首度開庭 21號早上接近9點半 藝人顏雅倫現身士林地院 穿運動外套 白T恤 牛仔褲 一身隨性打扮 面對提問 已蓋沉默 開庭前4分鐘壓線抵達 走得非常快 顏雅倫遭網紅要熱 指控性侵偷拍還散佈 儘管性侵部分不起訴 不過因為當時要熱只有16歲 仍被以兒少性剝械條例的拍攝 持有意圖散佈兩罪起訴 首次開庭 早在開庭前8點43分 要熱律師還有顏雅倫律師團 先進行調解 顏雅倫9點26分抵達 又談了一會兒 直到10點02分才開刑事庭 才不公開審理 要熱被安排到另一個房間 遠端出庭便應發言 全程原告被告不接觸 將近一個小時才結束 顏雅倫總書法院也終於打破沉默 簡短回應後快步上車跟要熱上隔不到五分鐘 前後腳離開仍沒有接觸 戴帽子穿運動褲同樣輕便裝扮的要熱 面對鏡頭也有話要說 好好生活 探庭結束後傳出要熱開出1200萬台幣的天價和解金 下午先去發動態否認 再開直播曝光真實條件 我就直接講 我有要求對方提供700萬 OK 我有提供對方700萬去捐贈給公益基金 隨便一家對方的金額提出的和解金額我這邊就不談 因為我只講我這邊的 因為我們雙方有達成和解 而當成一個共識就是內容的部分我們不要外談 但是我的部分我自己講嘛 要各界別再重追謀打不要胡亂抹黑 現在只想好好過自己的生活 TVBS新聞高本林鎮身為吳雅 徐雲天SN小組台北報導 警方日前接獲投資詐騙案 鎖定的就是24歲的香港級車手來台放案 原本沈浸在手機裡看到警察才回過神 他不知道其樓禁止抽煙趕緊把宴席了 之後被要求出示證監 香港來的喔 你是用Visa免簽來的嗎 公公簽證啊 會這麼仔細看他的資料 因為警察可不是來取締他違規抽煙 一次不認沒關係 原警再給他看其他關鍵畫面 直到警察出示拘票態度才軟化 他被帶回派出所後還立刻找律師似乎都規劃好 但忘了刪除這張手拿大把千元鈔票的照片 證實拿到錢馬上拍照給詐騙集團回報 還被搜出多張投資專員證件兩支手機跟一萬元 只差一套西裝就是完整車手的標配 跟其他車手打扮不同也是詐騙集團 找上他的理由 網媒等級車手變成降低接心工具 被害人都是年輕男性 一名38歲王姓男子來報案 加入標股群組後被要求招付100多萬 上個月28號先交給車手90萬元 遠景追查鎖定24歲蔡姓香港級女子 找到她的IG掌握在台行蹤 其實從今年中開始警方陸續抓到不少香港級的車手 在台灣各地都有犯案的足跡 詐騙集團之所以會喜歡找外籍人士 就是因為台灣跟其他國家相比行度比較低 甚至有時候罰完錢就沒事 如果台灣警方在他們在台灣犯罪的時候 沒有立即逮捕他們 之後要在跨國溯源恐怕很有難度 她最後被法院裁定羈押禁見 短時間內無法回香港繼續當網媒 詐騙集團也想刷美人計 反倒讓警方更快速掌握遣返特徵 TVB的新聞站上的吳玉亞新聞報導 有駕駛犯下了37項交通違規 累積罰還55000元 非常的高 黑色轎車左轉沒打方向燈 正好巡邏遠景發現馬上鳴笛要駕駛路邊停車 她卻拐個彎一路向前衝 駕駛幾乎是油門踩到底 大街上橫衝直撞找縫細鑽 沒多久時間她撞進訴訟 不用走了啦 過來 唯一一下 手牌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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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發現原來她是一名涉嫌炸漆及毒品的通緝犯 一度以為自己能甩掉警車 警方立即跟車尾隨 該車最後因雨天路法 試痛致狀路旁的樹叢 無訓駕駛逃出車外 當場被園警逮捕 這一撞撞進樹叢想跑也跑不掉了 而她沿路逃窜闖了十個紅燈 隨意變換車道也沒打方向燈 甚至危險逆向蛇行還插入車陣當中等等 六公里的路程接連三十七項交通違規 發援金額如果以最低計算也高達五萬五千元 當時天色昏暗還下著雨 無性嫌犯大花自撞 不僅防撞桿斷掉好幾根連路牌也被撞壞 她狼狈逃出車外馬上找到逮捕 車上也收出三支疑似毒品的注射針筒 幸好沒有造成用路人受傷 現在不只被移送歸案 發援金額也很可觀 TBS新聞 廖宗慶 蔡新瑜 桃園採訪報導 TBS新聞直播回到YouTube頻道了 提醒您 每週一到週五的晚間7點到9點 由新化主播為各位新聞化重點 記得一定要來參加直播